哎呀咱们试试吧 看多少能播出去 最严重的就是90-1 最严重就崩溃了 所以就是那出路在哪里 那么苏联一解体 证明了毛主席所预测的 总统派上台就是资产上台 然后这里边的矛盾不可克服 还有一个呢 就是当时波兰的团结工会 特别鼓舞人心 因为团结工会呢 它是工人起来反抗苏联那种体制的 这样子提供了一个 正了毛主席那个社会团队下 继续革命的这个理论的必要性 重要性 在91年那时候已经对一些历史开始懂得了 因为80年代那时候对毛主席污蔑是一个暴君 听不得不同意见 什么国防部长 咱不说名字 但是播不出去 在庐山会议对吧 被罢免等等 各种说法 有一段时间 我就觉得好像哎哟我还崇拜过这么一个人 哎呀他怎么是这种人呢 我觉得特别特别难受 后来慢慢信息越来越多了 后来我发现哦闹了半天 三人团在30年代 还是咱们的周总理 周总理那伯谷 李德这些人 那你说这个把毛主席罢免了党内职务的 这里边包括了陈毅等等 这些人呢还共事了一辈子 那这种说法就不对啊 又想到就是说那个人不是三起三落吗 或者三落三起啊 就是好几次批评以后呢 然后呢又恢复让他工作之类的 所以好多这些历史事实跟那种说法是相矛盾的 然后呢就读了又好多90年代 我就开始研究着庐山会议 我九年庐山会议 我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再一个特别让我恍然大悟的 还真是资产基的经济学家 那个斯格雷兹啊 他我是偶然机会看到他写一本书 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到哪儿去 然后在这里边就谈到了 就是为什么计划经济不能战胜市场经济 从他的理论上分析 我突然恍然大悟 你要从个人利益出发 你从这个美 就像苏联那种计划经济 计划的执行者都是斤斤计较 一层压一层 然后每一层的领导都是考虑着 怎么去掩盖自己的能力 夸大自己的这个困难 我在工厂里当工人模样工就是这回事 模样工怎么磨呢 就是你把你的真正能力掩盖起来 对吧 你让领导看你是干的是满头大汉 这是模样工的东西 所以你在计划经济下 如果你出发点 是从个人利益 小集团利益出发 那下级对抗上级模样工的办法多的是 对吧咱们现在叫高级黑低级红高级黑 同样东西对吧 阳凤英维上游政策下游对策 一大堆这个东西 这里边最主要的原因 它就是因为出发点 它是从个人小集团利益出发的 我也接受过过去在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游击战争 怎么去跟敌人打的 对吧 那到底是吃军饷的厉害呢 还是吃大锅饭的厉害啊 那吃大锅饭的 把那吃军饷的打得稀巴烂 百万熊石过大疆 都是吃大锅饭的 就是历史上你可以看出来 大家如果有个共同的奋斗目标 大家都清楚这个目标 自己是一部分 那这些所谓信息不对称啊 上下级的博弈关系啊 那就迎人而解了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那个每个游击队员 每个游击的指战员 部队的这个指挥官 都是根据 不能说权势啊 绝大多数 是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 考虑的是如何消灭敌人 保存自己 那里边当然需要协作啊 你过去那个通讯方法太差劲了 对吧 但是人就能做到灵活激动 深处鬼没 哎呀 那就是因为大家 他有共同目标 所以社会主义建设 计划经济没有一个政治 没有一个从全局出发 为了人民的长远 全全局的利益出发 那么你你不搞政治罢帅 你搞物质刺激 物质刺激 那肯定导致资本主 那么没办法 那有了这么一个恍然大悟 然后呢 再加上当然就是第一次海湾战争 第二次海湾战争啊 那就说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变 一点没变 在美国游行示威多少次 不管用啊 那加上这个好多国企工人下岗 那么这个下岗的说法啊 对吧 都是不是从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长远力出发 而是从资本的视角去看问题 这一系列东西 我自己过去的思想上的很多矛盾的打架的东西 慢慢就弄清楚 教育我的不是上了学 是事实 所以这里边挺有意思的 其实我这有80年代90年代 跟我父母争论的好多信件 将来有机会把那些信件整理出来 来个杨岛寒春杨和平辩论集 今天瞎扯了半天 说的也不一定对 就是有感而言吧 想哪说哪 以后再见